三分钟新闻通 去年争取拉曼拨款 今年静静 行动党打脸自己令人心寒 西门政府在2019年财政预算案中 仅仅给予拉曼大学学院 550万利级的发展拨款 比起前朝过去几年 给予拉曼3000万至6000万令吉的拨款 可谓是天渊之别 有记得去年行动党的林冠英 还有行动党的拉曼校友 如张郭祥 郭肃庆等人 还是反对党的时候 一旦提起拉曼大学学院 个个都在充当正义使者 捍卫拉曼的拨款 向张郭祥先是责骂 为何预算案没有拉曼的拨款 在得知有3000万令吉的拨款后 又责骂前朝和马华 为何3000万令吉的拨款那么少 然而当行动党在509执政后 这些人就好像坏了脑袋 对待拉曼拨款的态度 又是另一副嘴脸 2017年 林冠英说 张郭祥为拉曼争取了3000万令吉拨款 并说尽管3000万 比2015年的6000万减半 带好过没有 行动党会不断争取至恢复6000万令吉 2018年成功当官做财政部长的林冠英 不但没有把拉曼的拨款 恢复为6000万令吉 反而在2019年财政预算案 大幅度削减拉曼的拨款 变成550万令吉 2017年张郭祥谴责拉曼拨款 从6000万变成3000万不见的一半 是马华的错 2018年 西蒙将拉曼的拨款 从3000万变成550万 不见了80% 张郭祥禁忌 马华要求西蒙校友争取拨款 张郭祥却要拉曼公开政务 证明拉曼真的没有钱 才会考虑帮忙 而身为校友的张英 则要马华不要太依赖政府人物 来救拉曼 2017年 郭肃庆谴责前朝 将6000万令吉拨款 减半至3000万 是否足以应付拉曼的行政开销 并质问拉曼 是否会把坠笔开销 转嫁到学省身上而提高学费 2018年 西蒙将拉曼的拨款 从3000万变550万 校方恐怕被迫调涨学费 郭肃庆静静 作为拉曼的校友 张郭祥 郭肃庆等人 在西蒙执政后 理应更能在政府体制内 为母校争取拨款 以协助母校未来的发展 但万万没想到 他们非但没为母校和雪地妹 争取更多的拨款 反而打脸了去年的自己 静静默许如今的西蒙政府 打压拉曼 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实在令人感到非常心寒 感谢您的适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